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他讲到 先讲这个燕被响 那这个燕被响 他说你说到 就是 他说因为四大 地水五风不调 是身体的 五蕴生心 因为四大不调而生病苦 基本上就是 我们翻译就是 因为我们的五蕴生 常常因四大不调而生病苦 所以燕离 不贪婪这个五蕴 不予五欲 长养这个五蕴生 这个是鲁宾 我们用白话来说 就是 鲁宾 怎么观鲁宾呢 他就是说 因为他这里是 因戒错乱所生病苦 所有燕被响 那这个是如病 如病就是燕被响 如病如庸 如见 那如病是五蕴生 我们要这样观察 我们这个五蕴生 常常因为四大不调 就是阴界 这里说是阴界错乱 常因四大不调 那么 而生病苦 所以燕离不贪婪 无悦 燕离 就是燕被 被就是被离 燕离 被就是离 被离 所以燕被 燕被就是不贪婪 那么 所以燕离 不贪婪无悦 你不会贪婪这个身 这五蕴生 不贪婪 不贪婪这个五蕴生 那么 贪婪无悦生 就是用五欲来 长养这个五蕴生 所以不以五欲长养 这个我们就擦掉了 先把这个四圣禁擦掉 这等一下再来讲 先来讲到这种四圣禁 不以五欲 不以五欲长养 这个五蕴生 所谓的五欲长养 它在 中阿罕里面 这个是包括如病如庸如刺 所以这个燕被 我们来看中阿罕里面说到的 我们先看中阿罕里面 讲到 到底这个 如病如庸如刺 如见如杀 这个到底是怎么观 要怎么观 实际的 它是这么说 比如中阿罕里面讲 它是讲 庸着 就是 怎么观如庸 庸就是肿瘤 为此生也 这个是 这个是 可能佛陀常常提到 那么 摄出四大 就摄身 就出四大 重复牧生 重复牧生 饮食掌养 还有讲到 掌养 要讲到掌养 依被按摩 早遇强忍 是无法 坏法 就是你要这样去观 是无常法 坏法 无常便义 常讲无常法 变法 善法 是未永远 怎么观如永 永本 这个永的本就是爱 从这个爱这个五印生开始 永本 为三爱 这个是宗阿罕说的 三爱 三爱就是 欲爱 色爱 无色爱 这就是欲贪 色贪 无色贪 无色爱 就这三个 欲爱 色爱 无色爱 好 那么这个是宗阿罕里面说的 那另外 另外 另外这个 五六四经 大概我们赢这几个经就好了 大概我们就知道他在讲些什么 五六四经里面说到 这个杂案五六四经 如此生者 会食张养 其实会食就是种种饮食 其实就是饮食张养 他翻译说会食张养 就是这个饮食其实也是不禁的 那么 当断会食 致饥渴病故 他说你不要懒着这个饮食 你之所以为了吃 只是为了要 为了要致这个饥渴病 就好像十五五关里面讲的一样 他不是叫你断食不要吃 当断会食 就是你不要懒着这个食物 当断会食 胃饥渴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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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底下还有 我们就不用写了 他说 这个有时候你会给他涂油 那你涂药涂油 那不是为了要享受那个 那个按摩 那个舒服 只是 那是为了要涂药庸昌 那就是 我们如果要的话 自己再去看好了 那大概他基本上 如病如庸 那么如刺 这是如见脑害 这个如见脑害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先来看他写的 他这里讲 如病如庸 为如有一阴雨先焰 那这里的如庸 不一样 那么中二阴的庸 是讲这个 那这里的如庸 讲 我们来看他讲什么 他说 有一阴雨先夜所生 庸苦 他的如庸就是 因为过去罪业 包括饮食等这些不当 而生 而生这个仓病 仓流 常治病苦 这个是 你这样去观 因 就是 先夜 先夜就是过去 就是之前 过去 也许是昨天 也许是前年 也许是上辈子 那么 这个因过去的罪业 这个罪业包括 你昨天吃太多 今天肚子痛 吃不对 吃不干净的 包括 所以因过去 先夜 过去的罪业 所产生的 这样的病状 痛苦 来导致你痛苦 那么 你 生厌被想 好 如见 如有一 因他愿见 守重之苦 生厌被想 那意思就是 这个如见 比较 他说 因他愿见 守重之苦 那么 他有两种 一种就是 因他愿见 守重 就是因为他怨恨你 所以 用剑射你 那么你感到痛苦 那么一种就是 因为你怨恨他 那么心里面 产生苦 心里面产生这些苦 因为你怨恨他 这个怨恨是一把剑 那你常常让你受苦 因为怨恨而产生受苦 那这个 这两种 应该都可以说得过 或是因他怨恨 以剑射身 基本上可能是这样 但是 如果我们来看的话 就是 因为你内心怨恨别人 他就像一把剑 时常你会因之受苦 也有 那 如病如庸 如见 如杀 这个如杀这里 翻译是脑汗 那 他是 脑汗是什么呢 位于亲财 亲人跟财物 这个就 容易看 位于亲财 等 匮乏中 那 就是 亲人或财物 失去或不足 失去亲人 失去财产 或是财产不足 那亲人 不能团聚 爱别离 这些 那么 因智 邪迹 就是自己不如理思维 那么 那么你 其贪 其撑 那 就是因为自己不如理思维 而产生的苦 那么 修 厌备想 厌备就是厌礼的意思 备就是备礼 所以厌礼 那么我们不是有说 有三个吗 厌礼欲灭尽 这个厌 好 那 如是名为修官行者 于诸行中修厌备想 这是第一个 就是厌备想主要就包括 如病如庸如刺 如见脑汗 过幻想 于诸行 思维无常跟苦 因为 无常 苦 因为这个前面阿含就有讲 未幻理的幻 就是因为无常变异法 所以导致苦 这个是未幻理的幻 那 这个实义想 就是 那你要了解到 观他诸法的实相 那么 所以 思维什么 空跟无我 那么 因为你修厌备想 过幻想 然后方人柱 厌备想 那么 以对这个空无我 修行 好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四圣经 那么 大概是这样 那 稍微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所谓的宪法乐柱 那宪法乐柱 我们常常在讲宪法乐柱 宪法乐柱 宪法乐柱的意思 那其实也有 经文里面也有所谓的宪法苦柱 也有宪法苦柱 宪法乐柱 宪法苦柱 那我们如果用白话一点说 宪法乐柱就是 当生 就现在保持在安乐中 那再详细一点讲 这种安乐是解脱的法乐 也有宪法苦柱 宪法苦柱 宪法苦柱就是当生都保持在痛苦中 安住在苦中 柱就是安住 就是保持 保持这样 那么一般来讲宪法乐柱 因为他这里讲是为了得 阿罗汉之所以 之所以在修禅定 是为了得宪法乐柱 那宪法乐柱 他基本上无血 就是阿罗汉 那么善修四经律 基本上是色戒的四禅 能够让身心处于这种喜乐当中 那一般有部讲 到无色戒跟欲界境就没有 就在色戒的四经律 那么安住在解脱的法乐当中 这个叫做宪法乐柱 那还有一种 这个宪法乐柱一般来讲 所以却有部把宪法乐柱 说成有四种 那这四种基本上应该都是 因为他基本上是无血 善修四经律 安住在解脱法乐柱 但是他有讲有四种宪法乐柱 出家远离极尽正觉 三菩提 出家远离 有四种宪法乐柱 有四种宪法乐柱 三菩提 三菩提就是正觉 阿妮多罗三菩提 就是无上等正觉 就是解脱了 得解脱乐 那么这个是四种 这说一句有不说的 那一般他基本上就是这个 我是当真安住在 就是保持在安乐当中 就是我现在的 现前 现在的 那保持在安乐当中 那这阿罗汉 那么修禅定 他只是为了得献法乐柱 所以他这样管 让身心在法乐当中 解脱法乐当中 好 那这个四十二经 讲到 如果没有正果 那要怎么才能正果 已经正果 要怎么修 才能一直往向上 然后乃至于向解脱 那已经得解脱了 要怎么修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还要这样修 就为得献法乐柱 这一本经在讲这些 那这个我们还要必须知道说 并不是阿罗汉 都有献法乐柱的 没有的 有些阿罗汉 他身心痛苦的时候 他也要怎么样 他有些 他会找 就是会先入涅槃 或是 甚至有一些比丘 那么还没正阿罗汉之前 那么甚至 病苦病起来 他也有自杀的 那这种 包括我们说佛陀 受唇头最后的供养 那拉肚之后也不能再吃了 那但是禅定基本上 可以让身心比较 就是处在一种比较 没有痛苦的状态 是比较可以 但是如果身心已经变化的太厉害 太苦了 他还是有苦受的 还是有苦受 身受还是有苦受的 那么他也有可能会 就是 会提早入涅槃 比如说像 木剑脸 木剑脸被打到全身都 都大概都 我看要再恢复也不容易了 如果他真的要恢复 应该也可以了 但是可能也不容易了 所以他也要入涅槃 那这种包括佛陀 吃了唇头的供养 拉肚子拉得很厉害 那么也很虚弱 那么他还是有苦受的 不过这个苦受不是像我们一般的人 他就是身受心不受 那他不会 就是说他会感受到苦 因为受是心法 受是心法 他会感受到苦 但不会因为苦起烦恼 大概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四十二经 讲到 就因为 这里有讲到一些新的关联 圣经 那么怎么样 怎么样去观 如病如庸 那么 如刺 如杀 他这个是如见老汉 好 来看四十三经 佛在舍卫国 己孤独远 这本经也很有名 因为他讲到 五寿因是本行所作本首事业 导师在 应该在佛法概论吧 还是在成佛之道 我忘了 有引用到这个 佛法概论 好 他说 在齐远经社 这个时候 舍利弗 去 阿难 这个地方 那么 就是找阿难 舍利弗去齐远经社找阿难 那么 舍利弗就问阿难 他说 欲有所问 能者 灵有闲暇 见达以否 我有一些事想要问 那你有没有 时间跟我说 阿难就说 你问 那么 尽你所问 我知道的就回答你 舍利弗就说 舍利弗就问 阿难 所谓灭者 云何为灭 谁有此灭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个问会不会很奇怪 反正舍利弗不是智慧第一证阿罗汉了吗 他怎么去问阿难证出国的 那好像这样 感觉上有一点奇怪 那 他有一些问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刚出家的时候 那 问的 那舍利弗是大概 十五天后才证阿罗汉的 但是舍利弗证阿罗汉的时候 阿难都还没出家 舍利弗证阿罗汉的时候 阿难是第七年才出家的 阿难是第七年才出家 舍利弗是第四年就出家了 佛陀成佛的第四年就出家了 所以 这个时候阿难 阿难 再怎么厉害 也只是证出国而已 因为阿难是佛涅槃后 才证阿罗汉的 所以 所以这个 一直到舍利弗灭渡之后 阿难都还没有证阿罗汉 但是阿难还没出家 舍利弗就已经证阿罗汉 所以 我们如果来这样看 为什么舍利弗要去问阿难 什么叫做灭 灭系就是涅槃 也有可能是他要问阿难 但是有时候他会这样 应该是阿难问舍利弗 他有时候会写成舍利弗问阿难 有时候也会这样 如果说我们说他是舍利弗在问阿难 那也有可能是 那么他要知道佛陀通常都是 因为阿难会根据佛所说的来回答 因为阿难在佛身边 他想要知道 第一个就是他想要知道阿难知道些什么 第二个可能就是想要知道 如果依这个问题 佛都是怎么说的 要不然照理讲舍利弗已经证阿罗汉 他已经得涅槃 他会去问一个还没得涅槃的阿难 那不是很奇怪 我们从这样看 但是这个只是附加的思维思考 这个舍利弗为什么要去问阿难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不是经文的本意 就是我们看了这个经 我们当然有这种华语 所以他现在就讲 他说舍利弗就说 阿难所谓灭者 灭其实就是涅槃 云而为灭 谁有此灭 那他讲这个灭 他讲这个灭 看起来还不是我们说涅槃那个灭 不过涅槃也是灭这个 我们说 他说舍利弗五受云 五受云 就是五运 直取的这个五运 是本行所作 本所思愿 好 这个本行所作 本所思愿 先解决这个本 这个本就是过去 本就是过去 本身就是过去生 但是有时候本不一定 我说本是指根本 那这个本是指过去 那这个行跟思愿 那一般来讲 这个行基本上是业 就是过去的所造作的业而有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心 现在我们 我们拥有的这个身心 是由于过去的业 过去我们造作的业 而感召的 所以这个叫做业报生 阿含经就是业感缘起 无名行 是名色 还是无运 所以这个过去的业 那这个无名相应的业照作 而感召有这个生死 苦运之身 存大苦运聚集的身 所以白话讲就是 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身心 都是由于过去的业感 那就是过去的业力 招感受报而有的 白话讲是这样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身心 是由于过去的业力 招感而有的 不同的业力 招感不同的身心 有的男的 有的女的 有的长这样 有的长那样 有的比较聪明 有的比较笨 有的比较漂亮 有的比较美那么漂亮 有的眼睛比较大 眼睛比较小 那么都是包括 那么在哪一家 皮肤白的黑的 在身在什么地方 冷的热的 那么这个都是 那么有所谓的 饮业跟满业 我们说是这样 业基本上是 这五蕴身 五蕴身基本上 有所谓的饮业跟满业 就是我们的身心 我们现在这个身心 五蕴身心 通常 饮业 通常是满业 所以这个叫做果报身 叫做业报身或果报身 那这个身心 是现前的身心 现前的这个五蕴身心 那么是由于过去的业 过去的业报 是过去的业受报 这个业 招感而受报 有这个身 叫做业报身 以过去的业招感 那么成熟 我们叫一手果报 那么成熟 过去的业力成熟 那么感受这个果报身 这个叫做本行 那么所造作的 过去的所造作的业 本行所做就是 过去所做的业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饮业 饮业就是身 比如说 以我们来讲 身为人 然后满业 就有各种身体 高矮胖瘦 健康不健康 那种种种种 圆满不圆满 圆满不圆满 各式各样的 就是有缺憾没有缺憾 不圆满就是哪里有缺憾 那哪里圆满 输胜不输胜 圆满不圆满 那由这个 所以叫做本行所做 本所事业 现在讲本所事业 那么这个业 是来自 因为我们讲 是这样 就是 这个丝 丝基本上是 业 丝真的我们讲 造业之前有三种 审立决定动发 那么 所以 它也叫做行 色受想情就是行 主要以私心手 就私愿 私心手 那么 它动发 动发身口 动发身口才造作什么 造作这个业 动发身口就开始造作 造作善恶业 善恶无际的业 以身口意 发动身口 这个意 发动身口 那么造作善恶业 那么由这种业 才遭感这个五应身心 那么就 以这个本所事业 那么就成这个本行 本行就成现前的五应身心 就是有过去的 就是过去的业力 它的因是 过去本所事业 本行所作 是来自于本所事业 那现前的五应身心 是由于本行所作 本行所作 是来自于本所事业 那这样 这样就清楚了 好 所以他说 此五受音是本行所作 本所事业 就是过去的这一些 这一些思业的这些心愿意愿 意志 那么决定造作的业 那么决定了我们现在的身心状态 包括你现在的体重 高啊 跟你之前吃什么东西有关系 有没有运动有关系 我们都是这一些 跟你过去生的业力也有关系 就是今天以前都是过去啊 那么他说 这个重点他 他在讲这个因啊 五应 重点在讲 五应怎么来的 本行所作 本所事业 那他是什么状态 他是无常灭法 就是生灭法 那么笔法灭顾 是名为灭 笔法灭顾就是这个五应的生灭 不再生灭 那其实就是灭法 就是你不再有生死 你的生死已灭了 那么这个就是灭 就是 他基本上是 就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乙 这个灭 生灭灭乙的灭 所以笔法灭顾 因为他是无常嘛 那么他一定是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 那么这个无常灭法 不再生灭了 那么这个就是灭 那么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灭法 其实就是解脱了 那么一般来讲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我们把这个对照来看 那这个行 本性是什么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法 就是有文法 他有生灭象 有生 一定有生 有灭 因缘生 因缘缅 有因有缘世间 即有因缘世间缅 那这个 那就是一切有 包括这个五因身心 如果我们现在看 这个诸行 我们现在把五因身心带进去 五因身心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乙 就不再有生 所谓的生灭就是有生死 从法来讲是生灭 从人来讲是生死 从法来讲是生住亦灭 从人来讲是生老便死 是这样 那因为他无常 无常相就是 生住亦灭这样 他常讲无常 变异法 常常都是讲这样 那这个生灭法就是变异 从生到灭 他会要有变异 他常常讲变异法 生灭 灭乙 这是不再有生灭 这个生灭 生灭这种现象 不再有了 那就是灭乙 即灭现前 这个就是涅槃 从人来讲就是生死 从人来讲是五因 就是你不再生死了 最后一生 这一生完了就不再生了 有生就有死 现在你不再生死了 那么 极灭现前 所以这个灭 极灭现前 他讲 云和为灭 灭有时候就换一座涅槃 或是极灭 那这个灭跟这个灭不一样 这个灭跟这个灭不是不同的灭 这个是生之后的灭 这个是生灭之后的灭 这个是不现没有了 就不一样 这个灭跟这个灭不一样 他讲的是这个灭 不是这个灭 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知道吗 所以他说 事无常法灭法 有生有灭的 笔法灭故 是名为灭 实力佛言 如是如是 阿难 奴奴所说 此五寿因 是本行所作 本所事愿 那本行所作 本所事愿 我们就是 要这样去理解 大概就知道 就过去的 那么 事无常法灭法 笔法灭故 是名为灭 云和为武 是哪 那五运 是哪五运 所谓 色寿因 是本行所作 本所事愿 是 是 无常法灭法 那 笔法灭故 是名为灭 如是受讲行事 是本行所作 本所事愿 是无常法灭法 笔法灭故 是名为灭 那他当然 他的习惯就是 从色受讲行事 这样讲 那实际上 五运他不能拆开来 就先灭色 然后面受 面想 面洗 面死 没有办法 五运灭就一起灭 生就一起生 没有办法说 我先灭这个色 然后面受 没有 灭是一起灭的 你不再生 你不是说 那我先色不再生 然后后来受不再生 没有 他是习惯这样说 所以他其实就是在讲五运 所以你不要把他从次第来看 变成 先灭色法 然后面受法 面想 不是 就是五运不生 不灭 就是从生灭路 不生不灭 就是从生死到解脱 那么阿难 此五受因若非本行所作 本所誓愿者 云何可灭 假设 这个不是由于过去 业所造作而有的 过去的意愿 造作这个业而形成这个五运身心的 那么哪里可以灭 所以就是因为 基本上 因为本行所作 本所实验 所以他就有这个五运身 这个就是身 那么有身就有灭 假设 他的意思是说 假设你不让他 你过去如果不造作业 不以无名而来造作这些业 敢造这个五运身 那么哪里还需要去灭 就不用去灭这个五运身心 就是说 我们现在因为 有这个五运身心的时候 有苦 那这个苦是来自于你过去 本行所作 本所实验 就是以你过去的心 不如理思维 那么造作杂染业 而敢造这个五运身心 那假设你 你如果不去造作这一些 你过去如果不去造作这一些 你现在就没有这种问题 那意思是怎么样 你现在不要再造作 你未来就没有问题 就是你现在不要去造作 你现在就要灭掉 就是努力修学 把这个五运身心在 你不要再去 不要再重复 本所实验 那本行所作 先有本所实验 先有实验 然后有造作 那这个是过去的 那过去现在 因为他现在讲这个 那本所实验云和可灭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 现在的身心 我们现在这么说了 现在的身心 有苦 存大苦 运 俱极 存大苦 运 俱极 一般阿含基都是这么说的 存大苦 运 俱极 那么是来自于 这个是现在的身心 那么是来自于 本所 本行所作 过去 过去业 本行所作 我们就说 它是过去业 过去的 过去的业 过去所造作的业 我们说 往昔所造诸二业 往昔所造业 就是我们讲 往昔所造业 那么往昔 为什么会造业呢 因为无死谈成痴 无名相应的烦恼 这个就是本所实验 过去的 过去的烦恼相应 我们叫布鲁利思维 这一件货业苦 那么现在 因为现在这个身心 有这个苦 是因为这样 那么你现在要怎么做 你才 那么如果你 你现在 我们讲这个 现在的身心 假设这个是过去 那么你现在要怎么样 思愿 跟现在什么样造作 你才又不会 未来又有什么 假设 现在 现在你这个果 是因为这个因 那现在的因呢 现在要造作什么因 才有未来的果 未来而果 现在的因 这个是现在的果 过去的因 这个是过去的因 这个是过去的因 现在的果 是因为过去的这个因 现在的这个 五印身心的苦果 是因为过去 烦恼业的因 其实苦极灭道 那么你现 那么重点是 那你未来 还要不要继续 像现在这样的苦 如果不要 那你现在就要改变 就算 这个本手实验 跟本行所做这边 你要做改变 所以他说 假设 那么他根本 当然就是五印 你直取这个五印 爱 为 为主这个五印 所以你因为 有这样的问题 你才形成 就是形成这样的结果 那么你现在 既然你知道 是因为过去 这些原因 造成现在的苦果 那么你现在就要做改变 现在不改变 那么未来依然还会这样 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 依然还会这样受苦 他现在告诉 你这里 所以说 若非 若不是本行所做 本手是愿 那云和 云和有灭 就是 那你 如果你不是 不是因为有这个问题 那你 不需要 必须要灭这个苦 那么你现在就不要 让这个问题再重复 其实是这样 那你就不用 这个问题就不会再形成了 好 所以他这样问 其实是 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 五寿因若非 本行所做 本手是愿 那么意思就是 你现在不要再像以前一样 直取这个身心 所以才要怎么样 所以才要修印被想 如品如庸如刺 那如杀 那你就是不会再像以前这样 直取这个身心 那么造作种种的业 然后来受种种的苦 所以你要灭掉你过去 不如理思维 那么造作的杂染业 现在 那如果你能够 观如病如庸如刺 如杀 观 无常 无常苦 就是前面的是 观如病如庸如刺 那你现在可以观 这个无常 那么苦 那么基本上 就是你不要再重复 以前的这样的行为 跟烦恼 好 那所以 以五寿因是本行所做 本手实验 是无常 是灭法 是生灭人 笔法灭故 是名为灭 好 那么 极灭 灭就是极灭 基本上是涅槃 好 看四十四经 这个是四十三经 好 四十四经 他说 有一天 尊者阿纳 那么 在居上弥国 取师罗远 这个时候 尊者阿纳 告诸比丘 尊者 妇留纳弥多 妇留纳就叫做妇罗纳 有时候叫做满院子 妇罗纳 妇罗纳是很早起 有两个妇罗纳 一个是说法第一个妇罗纳 说法第一个妇罗纳 很早就入涅槃了 大概是最早入涅槃的 阿罗纳里面 大概是最早入涅槃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 在 这个 吴比丘之后 也是 在耶舍四游里面 也有一个妇罗纳 那个是更早 在舍利佛目见年之前 就吴比丘之后 吴比丘之后的妇罗纳 那个妇罗纳是在 在佛涅槃后 大家设结极经典 还有回来的 那么跟大家设说 我亲自听佛说 因为大家设的戒律 字的很比较严 那么他 这个 说我亲自听佛跟我这样讲 什么东西可以开源 还有记载这件事 那里还有一个妇罗纳 好 那这个妇罗纳 是说法第一的妇罗纳 他说尊者妇罗纳 妇留纳弥多罗尼子 其实这是妇罗纳 年少出家时 常说生法 那么这个南传的 他的记载有一点不太一样 他的记载是说 这个 年少出出家时 常说说法 这个是阿纳 他自己说 我刚 我年纪轻刚出家的时候 那么 常常 那么听这个 可能说常常 听这个 阿纳 佛罗纳说这个生法 那佛罗纳因为比较早出家 好 那他说 作如是言 阿纳 生法 既是我 那非不生 那么什么叫做 生法 既是我 那么 他这里的意思 就是因缘所生的 这个五蕴生 那么执着是我 那 并不是 这个 不是因缘所生的 非不生 就是 你会执着 这个五蕴生 是我 意思他其实是这样 他这个 他这个翻译比较不容易理解 但是他其实 白话文就是这样 你有执着 才会由我见 并不是不执着 生就是 生起 执着这个五蕴生 就是 这个生就是 执着 那么对这个五蕴生 产生执着 那么 既就是执着 执着是我 他意思就是 你生起 这种执着 那么 你才有 我见 如果你不 生起 这个 对五蕴生的 执着 当然就 没有我见 并不是 意思就是说 那么 我见是来自于 对色受 想形式的 执着 并不是 不执着 那 银河于 生法 既是我 非不生 那么 所以他底下就讲 他说 色生 生是我 非不生 受想形式 生 生是我 非不生 就是 什么叫做 执着 这个五蕴是我 执着色 是我 那么执着 色受想形式 是我 那 譬如 四夫 所持 明镜 即 镜 水 镜 我们如果 这样看 解释这个经 就 生是我 非不生 因为他翻译的问题 那么 生 是我 色生 生是我 非不生 应该是 这里是 生法 既是我 把这个写一下 他说 基本上 如果我们对这样的翻译 就是 有执着 才会认为 有我 如果这一个 有执着 爱 有执着 才会 认为 执着 问为 有我 那么认为有我 就是 生起我存在的观念 这个就是 认为 有我 生起 生起 有我的 有我的这种概念 生起我 存在 的这样的概念 所以 他后面 举了一个 看镜子的 这个 看镜子的 这个批率 来告诉你 那么 你看到镜子 那么 你就知道 这个 是我 好 我们先下课好了 下午再继续讲